台上競歌熱舞 賣力演出 台下滿滿的都是演藝人員 擁有3萬名會員的 中華演藝總工會 晚間攜開120桌 舉行尾牙 到場的會員中最高齡的 有95歲的老藝人常鋒 還有日前住家發生火災 妻子不幸過世的藝人康隆 非常感謝 也謝謝我們醫生裡面的 醫生裡面的好朋友 康隆對我的鼓勵 有機會我一定會抱走大家 謝謝 戴著帽子和口罩遮臉 康隆眼睛紅腫 一談到王妻就滿臉淚水 他上台接受大家打氣 而工會和文化部 也各自捐出萬元 資助他渡過難關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這個人 我會給好不留 我會進去的好不留 謝謝大家 我會永遠站起來 謝謝 謝謝 而工會員們通知媒體 餘天晚間也會到場 由於他跟康凱曾弄不和 因此也被視為破冰之夜 不過余天以人在南部為由不可鬥場 也讓破冰之夜終究成一場空 記者 邱小倩 台北報導 說余天環節